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阵子的老师半夜 三到五点钟 有看了两个医生 一个是胆症 另外说肝有点 无强的 这个只是 但是吃的药不见好 只是暂时性的一个 因为他们的医生都是从植物留住说 你爱几点到几点 你不睡好 你睡眠不好 出问题 可能就是植物留住 因为几点到几点 起码又醒到体肺上哪块呢 是吧 有时候你也是睡醒 所以我正在想说 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 那个时候醒过来啥 有时候真的是 我们睡眠年龄大了 睡得很少 开玩笑的 开年 我觉得没问题就没问题 一定要早点问题出来 一两天就睡眠很少 我觉得我是 我觉得你问题不大 不怕 那我就那话起来打坐 对 躺着也行吗 你都起来打坐 打坐也可以 我发现你试着 你半夜三点起来 你打坐 没打坐半小时 你就又躺下来 你就你就空了 睡得可好了 比如说我们在官房里 以前就像我们 我也是很能睡觉的 但是你在官房里 你吃的很少 你吃一餐 而且吃的就很清净 没有事的时候 我发现晚上最多三小时 就睡醒 就睡三个小时就可以了 你没有那么多的睡眠需求 是吧 也不是有病 他出来累的时候 白天中午也困 白天要这样 把有没有肉 又会担心白天 那个饭困 但是感觉好像睡过去 也很昏沉 后来有 因为他老醒 就觉得 那干脆打坐吧 是 可能一段时间嘛 睡眠少 调脚干 调脚胆也是可以的 但心中不要有病相 觉得这很严重了 也许有时候不调 也过来三两天过来 看自己的情况了 如果长时间过不来 就需要治疗 调了 说三五天 这个随便 用正向思维 我们不会有问题的 一般你这么见 都不会有问题 往好的地方下 有一次我一晚上不想睡 没睡觉 第二天早上醒来 难道我破了睡眠像了 第三天 原来过了一晚上 第二天碰的要死 是吧 一掉往好的地方下 是吧 有时候正向思维 也是一个很办法 你不要一点点说 因为我改变了 因为你在修正嘛 你修正里面 什么可能要发生嘛 有时候你修正了二十年了 你觉得发生了一点点 不睡觉这种事 你都惊讶 我怎么会不睡觉呢 我怎么会不吃饭呢 你就不相信你有功夫了 是吧 你既然有功夫了 那就不睡了呗 是吧 只是功夫不稳定呗 有功了呗 就是这样 有啥呢 是吧 难道你修了那么久 一点改变也没有吗 是吧 但有病就治 也不能修 如果自己确实没啥修 然后呢出现异常 还是要了解一下刀 是吧 但是不要怕 心中的就是排荡一点 不要紧张 师傅 就是我在调呼吸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吸气呢 就是不像呼气 呼气可以慢慢慢慢 一点一点的这样呼出来 但是吸气呢就是吸的时间比较短 嗯 然后吸到后面就是吸不了了 然后呼的时候可以慢慢慢慢这样 一点点呼出来 就是吸的时间就很短 又比较紧 然后呼就可以更慢一点 就是像我这种情况 是要怎么练习 不要这样想去吸 不要管长短 不要去有头脑去制定长短 什么叫长 什么叫短 不要有杂念去吸 你肺活量不好 你肯定吸不了太多 你本身就是吸的短短 就吸那么多 我告诉你 就吸不那么多 吸满了 就那样的 就那样呗 但是慢慢随着时间 你就开始不一样 你也不要觉得又变好了变坏了 它就是那样的 我们是没有定向的 每个人因为在修行状态里边 每个人真的都不一样 因为你的 从开始地贴 开始修正开始 你的体质 个性 你的习惯 认知角度都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它不可能是一样的境界 细长细短这些都不可能是一样的 或者有的人直接说入定 首先心里边不要有负面的说 哎呀 怎么我是这样的 怎么这样 你就是那样的 嗯 很好 一开始就有正向思维 觉得这些不错啊 你看吸的这么短 哈哈哈 就这样的哎 就是 为什么短不好一定要长呢 或者我们颠倒梦想 各种想 各种认知 都是 都是莫名其妙 吸的多就长寿吗 我也不觉得 我倒不是去长寿 我是举个例子啊 哈哈哈 你吸的也不少 哈哈哈 只是没有秃得长 哈哈哈 就是各种想 各种认知 佛说来 你追起的时候就是上 放下就是下 你怎么这样子跌倒 那胳膊有啥区别呢 你这上下左右 你还是要找太多 一单 我去找太多 那胶 一品 一天 一乱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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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步 一步 一步 二步 二步 一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